哈喽WLB 成绩何时 我们古装剧男主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哈 这个内娱的审美是全面的降级 古装剧丑男遍地走啊 时刻突突我们观众眼睛 更残忍的是 记忆中的古装美男的啊 不是很久没拍戏 就是在那儿演孩儿的爹 而丑男却都在无份儿的进入 那么今天就带大家盘点一下 这古装剧有名的丑男啊 排名是不分前后上榜各评本事 第一个要说啊 就是上阳副这个杨又宁啊 上阳副这部全员老黄瓜刷绿漆的 马六叔神剧 神就神在 全剧极其了各种丑男啊 吵的是各剧特色不带从样的 整整68斤 你愣是找不到一个帅哥 而杨又宁在里边吵的是格外的突出 他演这个子弹呢 原著里大篇幅描写他的美貌 说他是放眼精华 最富盛名美男子的 风一俊雅才貌非凡 眉目间总笼罩着青烟似的忧郁 这又黑的皮肤 这顿厚的下巴 这憨太可惧的笑容 哥们儿你这瓜多钱一斤 你赶紧去大棚给我摘过啊 去问你啊 你个皱个眉头你就要犹豫了啊 便秘的也皱眉啊 你管这叫京城第一美男子啊 京城第一监狱美男子排号都排不上的 是吧凡凡 看着顶着这张脸啊 跟这个女主展的卖萌装可怜 我真想叫华强过来给他捅两刀啊 演完精华第一美男子 又来和和乔峰 他天生有一种武侠的气质 换了一战 他那种不羁的那种感觉 特别像乔峰 身边的根本对不对 你看毫无尾可感嘛 多像帮大哥拿打狗棒的小弟 说到乔峰了呢 必须得说段誉啊 新天龙八步的这个蜡眼的存在啊 必须得有他一个 我自今都想不通 为什么编决会给他写成初见网语员 直接尿裤了 这字幕的程度相当于在大姐上呼喊 全底下我看齐啊 我宣布个事 虎哥看了都自愧不如啊 我思来想去的唯一的可能就是植物广告 小姐 谢谢 东公子 东公子要走话 我好多话要跟你说 师傅你的分副地址每天都做到了 师傅 师傅你听我说 我有好多话跟你说的 谢谢 帮宝石给你最贴心的呵护 没有看不透的美女 只有尿不偷她 帮宝石 咱俩老铁们 这广告词应不应 其实你说这个演员啊 臭啊 倒也不至于 哎至于至于至于 但是这个剧情的debuff的一叠加 再加上他演得跟个傻子似的 这个段玉真是太回经典了 这剧其实还颇有这个无厘头的风格 这有一段这个段玉旗的 这个慕晚清的嘛 有两个杂饼看到段玉说 你以为你女扮男装 我就不认得你了 要说这烂片有啥共同的特点呢 就是都会睁眼说瞎话 别的烂片是女扮男装 全世界都能看出来 就男主看不出 这个烂片是明面上是个男人 愣说人家是女扮男装 你是不是有病 你跟我说 整容式演技这个词是 赵应廷演三生三世时候带火的 到月耀彤那块演这个原非白啊 变成野生式演技 哎你们那有没有放生式演技 放我们一条生路的演技啊 这个原非白设定又是什么 战国时代第一美男子 四大公子之首人称踏雪公子 就这哥们造型你跟我说 他踏雪 他溜兵他都不行我跟你说 这发型一出来 我还以为他要演青面兽阳智呢 这小烟军装 再配合那凹炫的演武 你是外向城美妆区 头牌跪野是不是 他在这个剧里边 上眼皮都感觉没抬起来过 仿佛这个脑门子 打了五斤的波尿酸 下滑了压在这个眉两骨上面了 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就是这个双四重飞的墨连城啊 就这种狗血的口水纹 他文笔烂的都很稳定 什么男的一律美男 女的都是什么倾国倾城 这个系列竟然他还拍了三季 话说这个行招铃的颜值 我是从来没盖得过 据说出道的时候 还号称是小洋洋 你怎么不美洋洋呢 你还小洋洋 洋洋出道以来 被黑的最惨的一次啊 当天晚上做梦都被吓醒了 连夜找营销号谈判 问能不能修改一下 别cue自己 这是李静人的妹妹说 自己像长额属于登月碰瓷了 以前的电视剧 只要男主一出场 你就知道那是男主 现在这个男主一登场 那大绿镜加BGM 配合女主女配 那神魂颠倒的表情 看一眼就能让高潮的程度了 这个世界要是有公平 那直接全世界大喇叭 给你喊出来 叉叉叉第一美男子嫁到了 吐了我跟你说真的呀 吐完以后你走路上 回想那画面还能反除那种 有些男演员 他现代装他不怎么帅 古装那更是丑到家呀 比如说金汉呀 那个什么金西河西的里边 冯西 五官脸型 360度全死角 现代中上都只能走行男路线 跟帅哥没半毛钱关系 结果还演了一堆古装 本来眼睛就小 这古装头套一拉着 这眼睛更小了 你是要演柯震恶呀 这是 这个眉毛眼睛 鼻子啊 嘴啊 什么都绝配的头啊 气质啊 可以说拿捏得死死的啊 浑身散发着一种反派的气息啊 一看就是电视剧里边 这个尖角反派男恩 锦绣未扬里边演个反派男配 丑 但是好歹符合人设 你说顶着这个脸去演 古偶的这个男主啊 距离看到他跟女主亲人啊 大特写 那绝对是宅男 前中书老师说的对啊 对于丑人 细看是一种禅忍 古装呢 真的是要看脸型 阮精天长得还可以 但是真的不适合古装 特别是演那个扶摇里边的 长寸无极啊 本来他脸型是不对称 现在装呢 还能靠发型装饰下的 古装那个背头啊 什么的脸型啊 要多奇怪 有多奇怪 蜡笔小新的眉毛 加咪咪眼 配合浮夸的台欧演技 见到女主一言不合 就动手动脚 自语风流 时则为数啊 这部剧营销的时候 还总愿意跟撩这个事 捆绑在一起 你这是撩闷 还是撩闲呢 但是跟下面这位一笔啊 阮精天还是帅的 从尔传奇 你们看过没 这位哥哥也是了不起啊 新红罗梦里边 演个著名的美男子贾连 长这样啊 你说一个配角吧 你丑点就丑点 无所谓 到从尔传奇里边 一众都能叫上名的明星 给他当配角 在这部史诗级烂片里边 他哑了一个 重星捧月的男主从尔 这个五官翻开来看 好像也挑不出啥大毛 但是组合在一起啊 怎么看怎么奇怪 配合那狗肯尼的刘海 我仿佛看到了一颗 冉冉升起的丑星 偏偏这一级里边 三分之二的镜头 都是男主的特写 大特写 嘴脸特写 我也没懂 他这个脸是黑洞吗 有这么吸引人吗 代资进主 已经不能有这待遇了 你这是裸带进主的呀 这是啊 哎呀我还想说几个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落得我眼睛啊 这是蒸不开了啊 你们要想看 麻烦把这个收藏啊 评论点赞啥给我整人啊 感谢大伙伴收看 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